台东池上17日晚间发生瑞士规模6.4有感地震 18日下午2点44分 台东池上再度发生规模6.8地震 地震侧报中心证实 此次地震是今年最大震 地震也造成多起灾情 截至9月19日6点 已有一人死亡 146人受伤 地震导致各地陆续传出灾情 尤其花东地区平传建物倒塌 道路中断 赤戈山产业道路也因地震造成多处摊坊 双向道路阻断 一度造成在山上赏金真花的近400名游客受困 全台应受本次地震影响 有2万以前478户人家一度停电 3504户停水 花莲玉里赤戈山和复里60石山 道路摊坊约造成668人受困 花莲县宣布玉里镇18日停客 台东县也宣布包括池上 关山等5个乡镇 19日停客 花莲副里乡60石山 花莲玉里镇池科山连外道路因落实封闭 上百名游客受困山区 当地旅宿业者免费供餐食及住宿就地安置 目前地震受灾更多情况还在持续统计中 台湾气象局表示 这一周到两周内仍会出现比较频繁的余震 两天内不排除会有规模5以上的余震 五天到一周内将会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 多亏 consequ者参加比较劇